今天是12月13号,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多,马上就又收盘了 A股今天再次下跌,挑水 北上之金疯狂砸盘,目前到下午的两点多 已经流出了超过了100个亿了 那在这种行情下,最难受的是谁? 其实最难受的是谁?散户 可以说散户太难了 那在如此的行情下,我们该怎么操作? A股跌到哪里去,会处境反弹? 还有就是我们散户,想在这个市场里面 不被割韭菜,想吃到肉 重点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提醒大家视频道中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作为依据 在讲具体的技术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好,我们看目前的A股跌幅已经接近了30个点 但在这种行情下,你看到分析图 你会发现今天明显的是什么 差距很大,小盘票和大盘票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今天杂盘主要对象是权重 对着是权重 甚至是说我们的超级权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昨天 报出一些消息,经济会议没有提国务资本市场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外资这几天是疯狂的做空 可以说是明牌了,是一个是以前还是遮遮掩掩 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属于一个放在明面上来做空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A股重新下挫 另外一个在前几天,就是前两天 我们的A股为什么没跌下去? 主要原因还是什么?还是国家在这护盘 但是今天明显的国家的感觉就没有动作 对不对?所以今天跌的有点多 在这种行业下,最受伤的还是我们的散货朋友们 对不对?我们散货朋友们在这种下跌过程中是只能承受 说的确实不太好说 因为我们的A股在这段时间一直下跌 但我告诉你,有些人是没有损失的 但是有些人在下跌过程中还是赚钱的 这里也不好说 因为我告诉大家,有一些人他可以利用股指期货大量开空单 以后股票一跌 股票跌这段钱没关系 人家股指期货 比如说户升300,跌10个点再乘一个300 你想想这一手空单赚多少钱? 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概率,这就是一个杠杆 他的股指期货,他可以带杠杆 可以利用杠杆做空,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散货朋友们,你没有这个权限 所以A股下跌,你只能亏 除非你的能力特别强,你的技术特别好 我总能买到那种什么上涨的,总能买到那种什么 农头品种,人性品种,那倒我没说 所以在这种海底下,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是什么 在这个位置,就算有反弹 有反弹,他也是属于一个什么超低反弹 并不说有什么大涨 或者说并不说有什么超低反转 他记得吧,在这一天上涨的时候,马上就有人,我记得有某一个师母的经理 比较出名的一个师母经理,就在喊 哎呀,A股这里可能是20年一遇的机会 你看,就涨一天,他就说20年一遇的机会 可以说,这里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晨的认识 因为在RPO,没有停止的情况下 RPO,没有大量减缓的情况下 A股想要大涨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星期,我在周末跟大家讲过 新股今天,这个星期是有5个 那么上个星期他只有3个,对不对 明显的感觉这个星期的新股多了两栖 是不是新股提出来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几天 外资敢于大量砸盘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如果说我们的RPO量加起来的话 自然是兜不住的,对不对 你再多利好,再多利好也兜不住的 所以这里大家还是要记住 当然,有一个特点就是 这里是吧,这里RPO突然放出来了 那么下个星期又减少了 毫无疑问,市场又活跃起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 尤其是商务朋友没有办法 你只能是选择在这种下跌趋势当中 减少操作或说控制窗位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了 其他办法是没有的 因为你不能利用做空来赚钱 好,在如此行情下 我们散户该如何做才能够避免大亏 甚至有所说获了 这里我再次的给大家说个事 就是在近段时间来 我一直强调大家 不要乱追高 不要轻易的去顶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 盯着这个主线 盯紧的主线做DC就对了 那么主线在哪里 其实主线我跟大家说了很清楚 两个方向 大科技方向 大汽车方向 所以盯紧的这两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近期市场有一个核心品种 就是国企改革 但是国企改革它涉及到是什么 很多都是当下热门 比如说国企改革叠加科技 国企改革叠加汽车 对不对 国企改革叠加医药 它都是跟这些有关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细节 你比如说人工智能 对吧 人工智能大家应该是熟悉不陌生的 还记得在前几天 我一直强调大家 我记得在这个位置 对吧 在大概是在30天均加先附近 我说人工智能板块 这个位置很可能形成一个支撑 进入一个支撑的话 它就有机会在这里迎来一波反弹 然后甚至有机会突破1016 形成一个突破的走势 如果说形成突破的话 那就不叫反弹 那就叫什么多头进攻 形成了一个流逝的走势 对不对 你看一下人工智能整体走势 大家发现没有 它在近期就是在高位置 这里是存在巨大压力 一旦这里突破后 突破这个1016 你想想它是不是走出流逝了 这个量能比这个量能要大 所以这个量能完全有机会去突 对不对 会吗 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 然后为什么要说留意人工智能板块 人工智能板块是全世界现在的一个主战场 全世界现在对人工智能板块都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大力发动阶段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不大力发动的话 就会像我们的半导体一样 被人家给抛弃 给人家给什么 给完全的什么 给掉车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这个方向后面肯定会有一些刺激 肯定会有一些机会 那么我们就应该特别重视 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其实好吧 找低点找低位去潜伏去低息就对了 我一这么说可能会有 有人会有意见的 哎呀 恩言先生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选 我就不知道怎么看 对吧 就是不知道怎么参与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 人工智能板块个股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票 其实他都是给了一些机会的 你看今天涨幅居前 或者说今天大的这些票 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属于前期的人气票 前期的农跑票 你比如说今天上涨的这些票 你看一下今天大涨了 露调这些就不用我说了 好 你看巨轮这种票 巨轮这种票 它是属于什么 机器人 对不对 属于机器人 你看你看 他在去年 去年他是出现一波大涨 这里 2022年6月份开始的 对不对 大概就是从你看从一块八毛多 两块钱左右涨到五块钱 这里直接就涨了150% 对吧 涨了三块钱 上出来涨了150% 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股性已经被欺负了 就是说他那个资金的关注度比较高了 你想想像这种票的话 还在近期 如果说回踩到下面的基点支撑位 是不是你做一个DC做个潜伏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对不对 那你看这里拉起来 我们不就获利了吗 是啊 还有拉起来 我们追高还是要保持理性保持谨慎 那不仅是他 你看下面还有一些票 比如说像这种那些票 但这种大家应该熟悉 对不对 汉王是什么 是在今年以来一波快速上涨的一个票 大家看一下对不对 这个票是不是很强 8块多开始启动 到最高涨了40块钱 直接就翻了倍 对不对 翻了倍 所以你看这种票的话 是不是也说明一个态度 什么态度 大家发现没有 这种票它的这个资金的关注度 是不是很高 它股性是不是激活了 那你看在近期调整后 在这个底部调整后出现了上涨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票 大家师是不是可以考虑 这样涨了就不要去了 所以我说了很多回 我说你不知道怎么办的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参与的都对 去找找一些前期的人机票 一些前期农头票 回踩到对的 回踩到这个低点的 我们去补育 例如说网达这种票收拾上 你看在去年的话 它是出现 不是说出现移动的 今年这里再次出现移动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可以去留意 包括我在前期讲的一些信创 相关板块 数字经济 相关板块的一些个股都是以相同的策略 相同的思路去的 好 整个大科技方向 近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人工事理好机器人 这些都是使得大家留意的 还有就是前期的重点方向 华为 华为方向在近期表现只能说一般 对不对 表现一般 但是它的趋势 它的位置 还是属于一个强势周期 并没有坏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它仍然属于强势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奇稳震荡反弹 越走越强往上拉的话 突破2353有没有可能性 我觉得有 而且还不少 一旦突破 是不是又进入一个大涨 又进入一个加速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注意变化 后面的空间 潜力 还是有的 而且一旦突破了 你想想它是不是会加速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里 是不是底部 这个是底部的信号 那么在底部这个位置 我们就做个低息 有没有问题 完全没问题 后面拉起来 我们就可以逢高检查 逢高撤退 逢高出货了 是不是 好 我们看一下华为板块 个股的话 现在是不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高低切 你看今天这种涨幅 就行的 几乎都是定期的一个低位 是不是 那么前期大涨过的票 又出现调整前期涨幅比较大的 出现高位的一个撒跌 这里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特别留意的 好 除了大科技方向之外 还有就是大汽车方向 大汽车方向不用我说 大家都明白 重点在哪里 是不是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在早盘出现一波 快速升高 下午在跳水了 那么新能源车 你看它的一个K线 你会发现前期它刚好出现一波 调整后 撒到哪里 撒到60天均加线 撒到60天均加线 60天均加线 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说过的强制称位 在这里迎来一个什么反弹 所以你在低位 在这个位置去做个低吸 我觉得也没问题 后面拉起来 一冲高 我们就可以逢高减仓 逢高撤退 而且新能源车在这个位置 也跟大家说过 它的空间很大 我们看一下个股 你会发现新能源车个股的话 近期有很多票 都是属于低位启动的 大家仔细看 很多票都是低位启动 像汉威 还有像苏轴 还有像这种什么四川鼎鼎 这种票都是属于低位启动 而且你看像四川鼎鼎这种票的话 前期是不是调整的非常充分 中长期在底部徘徊 好 这里突然出去放电号 你看 123 6个掌前板 所以短期出现六个掌前法 那么短期就有机会 迎来一个方方的走势 所以像这种类型票 一旦你做对了一票 或说你前赴了一支 你很有可能在今年亏损的都赚回来 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赚到钱吃到肉 对不对 在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 以这种什么 以这种低位的补涨为主 低位的前赴为主 切记去追高那些已经涨上天的 大家注意到新轮车存在机会 但是除了新轮车之外 还有一些相关板块 比如说无人驾驶 对不对 这些方向其实也是存在机会 你看无人驾驶的走势 它其实跟新轮车差不多 这是我觉得它比新轮车更强 为什么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无人驾驶板块 它是从这里开始 2018年开始启动 它已经走出了怎么走出了四五年的一个流市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流市行情 这个走势跟美股有点一拼 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市场有些拼 对不对 它走势就是一个大流市的行情 真是的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如果你盯着指数做的话 你盯着指数看的话 你是很容易赚钱的 当然 这个也给大家提个醒 因为我们的A股有个料性 就是什么 容易大涨容易大跌 所以它持续性不太好 所以你不要想到这个票涨了 我们就不出 涨了天上去的 我们不出 那么很有可能就下来走出一个A3 你看进行大涨的 那么说不定过段时间 它又跌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波段式的上涨 比如说无人驾驶相关个股的话 龙头个股的话 也是属于一个波段式的上涨 还记得 前期在前面有一段时间 无人驾驶板块的人气龙头是谁 是它 浙江市板 可是你发现没有 这段时间 在无人驾驶的板块 出现异动 出现拉伸的过程中 浙江市板明显的是偏弱的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票它前期涨幅巨大 前期经过这一波涨幅 这一波涨幅 现在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高位区间 所以它有点点涨不动了 那么这种票的话 我们短期就不要轻易的去追高了 是不是 就这么个策略 就这么个节奏 大家觉得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变化 在整个的一些汽车行业来说 我觉得空间潜力还是有的 只不过还是局限于什么高低贴 好 汽车零部件也是一样的原理 也是一样的策略 你看近期的走势也是非常强劲的 而且它还是创造了一个什么 反攻的一个高位 我觉得这里的回踩 你说像这种位置 30年线 30年线回踩 我觉得反而也是好事 是一个机会 第一位上车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第一位去做个博弈 做个跟踪也没有问题 后面反弹了 一拉高了 我们就可以逢高减仓 逢高抽退 逢高出货 对不对 再次的提醒大家 汽车板块的话 由于预期比较强烈 在新轮车起来的话 汽车零部件 包括无人驾驶 还有一些相关 比如说充电桩等等 这些方向都是值得留意的 整体来看也是什么 也是属于一个轮动轮换 我们A股在当下的行情当中 其实做起来是非常的难的 尤其是我们的傻货朋友们 因为你没有做空工具的情况下 你想要在这个市场里面赚了钱 或想要在这个市场里面小亏 你必须要跟紧的市场的资金的热点 我们不追高 但是我们可以等他回踩到低点后的一个潜伏